主啊,我们能够来到祢的面前,让祂敬拜,侍奉祢。 主啊,这是祢的何等美好的事情。 主耶稣,我们也感谢祢,我们用祢的生命来参释赵美祢。 主啊,我们也感谢祢,接着Joseph与我们分享, 祢对祂在祂生命当中的领导和带领,主向祢来感恩。 主,这个时候,用祢的宝座,圣灵在这里。 主,让我们来读祢的话语,来聆听祢的话的时候, 主,把会使圣灵,祢自己做那美丧感动的工作。 主啊,使我们生命得更新,更愿意来跟随我们的主。 主,祢自己圣灵来动动,在听跟讲的人的身上,来做那美好的这个事。 主,我们向祢仰望祷告,奉主耶稣敬明前。 那当我的孩子分享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就让我想起神对我的这个呼召。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做传道的是因为我妈妈。 我妈妈从小就祷告,说有一个孩子要做传道的。 所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你去读神学。 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去读神学? 哎呀,读牧师,我故事很好。 后来我就来美国读书。 之后,参加茶几班。 特别有一次在这个财团大会。 这个,我现在听了孩子我讲得出话。 听了那个戴乐神的这个真诚真诚,他传讲这个信息。 那么他那句话,他说中国人你在哪里? 他说,忠实我,为什么你们一直都要靠这个西方的神教师, 来传主的这个福音。 所以他说,中国人在哪里? 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地感动。 你觉得欠了这个福音的这个财。 后来我几乎一个现身。 之后就走上这个传道的这个东西。 当我说要读神学的朋友也遇到很多困难。 我说,好了,主啊,没有恩了。 我就不必做传道了。 但是神那种的这个感动, 好像都不能从我的这个心中这个拿去。 所以后来也经历了神的这个领导,神的这个代理。 那我记得1988年,我读完这个大学四年。 然后回家,我就跟我的父母讲。 那我还记得那是,我们做这个长途大事。 然后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姐姐那里。 那我就跟我的父母说,我要读神学。 哎呀,我爸爸听得非常道歉。 那我爸爸听得非常愉善。 因为我父亲,总之他非常的愉善。 他说,你知道吗? 我给你出国读书。 希望你赚钱。 其实我也喜欢赚钱。 但是后来神感动,我说不要读神学。 所以看到他那种的这个领导下,我心里也非常难过。 他还说,其实我盼望你能够工作,支持我弟弟。 但是我还有一个弟弟,很快就要出国。 所以我们支持他。 当然我以前说,我读完书一定支持。 但是现在不能支持他为了读神学。 也看到他的这个忧伤,所以我心里也非常难过。 但是神是信使过神。 之后我一直为这个祖宝, 我说神来祝福我的父亲, 让他能够支持我那个弟弟。 神后来真的祝福我父亲, 我弟弟也读完这个大学。 我从来没有为我的孩子说要做传导。 我跟你们一样, 我盼望他们做医生。 我跟我的男儿是说,你做牙医。 他小的时候听话,好,做牙医。 所以他一直读完大学,其实他都预备好了, 申请准备。 但是他后来坦白说,他说我们没有兴趣。 所以后来我不勉强了他。 小的时候我跟女儿说,你做儿童医生。 不勉强了他。 但是后来他根本没有那么感动。 那么他的感动是, 在这个平民的地方叫小孩子。 所以他现在是小学的老师。 我跟我的三儿子说,你想做什么? 我说他们要做牙医。 他们要做这个儿童医生。 你呢? 我这个pharmacy。 我说太好了。 这是我的梦想。 他是神。 把这个梦想都全部破碎掉。 特别是我的小儿子。 其实他,我也不能够说他是最坏的一个。 他总是比其他两个比较特别一点。 当时有一些姐妹说, 你的两个都非常乖。 第三个跟其他很相似。 就是跟其他小朋友。 但是后来神也真的带领他,改变他。 我记得,应该是大学。 刚才说他一年记忆了许多个这个困难。 那么之后, 后来基本上说他要全时间就找到人。 当时我不知道高兴还是不高兴。 坦白说,如果以神的这个心意来, 我很高兴。 但是有这个肉体。 我觉得, 当时我真的有点像我父亲的那种伤感。 我做传道人也非常高兴。 好像你父亲的那种伤感。 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呢? 但是后来神给我,神给教训我。 这是神对他的这个伤感。 虽然他说现在是两年的时间。 其实他已经计划, 明年应该会读一些的这个手学。 应该就是, 因为他祷告, 希望他能够征服在一神的施工所。 我们现在有祷告, 主啊, 让我以后世世代代都有传道。 所以, 为他祷告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今的这个世代, 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世代。 所以, 有的时候想到, 当然我很感恩, 能够做传道人, 特别做你的牧师, 真的很莫奔。 但是我也看到许多传道人, 在许多不同的地方, 想到所经历的这个图, 有的时候, 就想说, 这个实在是不容易。 所以, 我们彼此祷告。 好, 我们讲这个事件, 讲得多了。 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 因为前几个礼拜是这个圣灵这样的一点, 那我就有这个感动, 盼望能够接着这个圣经里面, 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象征, 与大家来分享。 说真的, 今天教会非常需要圣灵的这个工作, 圣灵的这个作为。 那么一个老牧师这么说, 他说, 神有一个方式, 这个事奉, 做主奉的这个方程式, 就是要有这个圣灵的这个能力, 然后加上这个美好的这个灵性, 再加上这个方法。 今天许多, 我们都追求这个方法, 要怎么做, 怎么样的来施行这个神的这个事工。 但是许多时候, 如果没有好的这个灵性, 没有圣灵的这个能力的话, 根本做不了神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说, 必须, 虽然有方法, 但是必须要加上, 这个我们自己有追求美好的这个灵性。 然后靠着圣灵的这个能力, 这个帮助, 我们就完成神的这个工作, 神的这个旨意。 好, 所以我们, 当我们讲到这个, 想到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时候, 那么他, 在离开, 要定十字架之前, 特别一致的吩咐这个门徒们, 跟他们说要等候什么, 圣灵的这个降临。 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他们说你们就必须有这个能力。 那么在一路上的犹太全地, 上网利亚, 直到地基, 做我的这个见证。 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 吩咐门徒, 告诉门徒说, 他将要离开。 所以耶稣说我必须要去, 然后求父, 拆这个宝贵师, 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 给你们能力, 是你们能够做主的这个功。 所以我们也清楚看到, 这个圣灵降临的这个时候, 门徒们就大得这个能力。 特别我们想到这个彼得。 而彼得, 我们说是, 讲话很快的一个人。 那么他, 所以是, 照理是非常干净的, 但是当主耶稣遇到了这个时候, 他三次佛容住, 所以就看到他是何等何等的这个容量。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好像讲得很, 很厉害啊, 但是呢, 当我们遇到这个难处, 遇到困难的时候, 哎呀, 我们都退缩了。 但是主耶稣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那你们就必得着这个能力。 必得着这个能力。 那么为主做朝福音的这个工作。 那么在圣经里面, 很多比喻, 来形容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比喻的这个当中, 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这个能力。 圣灵的作为, 跟圣灵的崇拜。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两个比喻。 可能我预备了三四个比喻, 可能只讲一两个比喻。 特别是讲到这个火, 圣灵如火的这个比喻。 圣经很多处形容这个圣灵, 这个比喻就是火。 圣灵的火, 圣火的意向, 圣灵的这个工作都有这个关系的。 那么第一个, 圣灵火的意向。 我们来看以西节第一章, 二十七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的话。 圣灵火, 圣灵火, 我圣灵从他腰底下, 荣耀的形象 我一看见周福福在地 又听见一位所谓的声音 我们就读到这里 如果你看我们所读的经文 这里讲到什么呢 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描述谁?描述耶和华的荣耀 我世界找一些图案让大家来看 我看了很多他们所描述的、所画的 没有一张我很满意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出来 因为这是他们的形容 有的人画了 有的人看了就可能很可怕 本来是要描述耶和华的荣耀 但是有一些图案有人的 有的时候描述是很难把它描述的清楚 但是从这些的经文里面 我盼望大家有一种的印象 就讲到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是怎样的 那么这个印象呢 分为这个两部分 那么上面的部分 中间是什么? 是发光的这个真经 周围是火 注意啊 周围是火 那么下面的部分呢 中间是燃烧的这个火 周围是什么?彩虹 那么这个印象 无论上面 或者是下面 部分都有什么? 都有火 那么火象征什么呢? 火象征耶和华的什么? 圣洁与公益 是公益圣洁的这个火 那么这火 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火 也应该燃烧在 每一个信靠他 人的这个心中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到的 以赛亚书四章四节 以赛亚书四章四节 刚才能不能跟我说 因为这个变导朋友 四章四节 好像有混的这个经文 好 第三、第四节 主以公益的灵 混烧的灵 将西安女子的火灭死去 又将燃烧杀人中 杀人的血出尽 好,我们就读到这个这里 这里讲到什么呢? 这里讲到说 混烧 主以公益的灵 和混烧的灵 将西安女子的这个 这个屋 会怎么样? 除去 混烧的灵 是指什么呢? 指圣灵的这个火 这火有这个 洁净的这个作用 那么神的圣洁 像火一般 怎么样? 来烧尽 这火在神的本性里烂烧 那么也在每一个属神的人 这个重新的生命里面来烂烧 所以当火在神的这个 我们说印象里面 荣耀里面显现的时候 很清楚告诉我们 祂是圣洁 祂是国益 祂是圣洁 祂是圣洁 那么其实在《启示录》 如果你看第三章 第四节 我们不读啊 那么讲到这个 新东耶和华像什么? 像地域 那么二十一章又说 耶路撒冷城的荣耀 好像什么? 一个地域 由此可见 这个地域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象征什么呢? 象征神是圣洁的 神本性是圣洁的 凡与神一切关系的 都是圣洁的 所以今天也告诉我们说 今天跟随祂的人 伺父神的人 也都必须要怎么样? 要圣洁 必须要圣洁 但是我们知道 现今的这个时代 非常的邪恶 那么现今这个时代 我们说撒但也怎么样 他也有他的火 但是他的火是什么火呢? 是情欲的这个火 是浴火 浴火正在全世界来烂烧 好,我不想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中信 我不知道是哪一起的 但是就是在我的桌子上 那么这本中信呢 后面呢 他说 有一本 他说中国作家 什么史帖生 在他一本书 《我于地坛》 一书中写到 人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欲望 这是他写的 他说人真正的这个名字叫欲望 你有这个? 当然去有很多例子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他讲说人有了这一些 其实他还想要的一些 你吃得很好 但是你还想要吃得更好 其实你有很多很好的 但是呢 你又想更好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欲望 所以告诉我们说人 实在是非常 这个懒弱 非常有办法 这一些是从哪里人 我们都会怪是撒那魔鬼来的 但是我们人自己也要负上这个责任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史上 我们说撒那魔鬼 也燃烧他的这个火 这个情义的火 欲望的这个火 使我们离开神 进入这个世界 不按神 来跟随 虽然我们说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好像活的跟世界 没有分别一样 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神 这个圣灵的这个火 神是圣洁的 这些圣灵的火 圣洁 也应该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 来燃烧 就像以撒亚书里面 用神这个灵 这些火 燃烧我们 从世上 从撒那魔鬼来的这个欲望 使用这些都被这个烧尽 就像这个以撒亚书 在世上 主以公义的灵 和浑烧的灵 将细安余子的这个污味 都除去 你看到我们今天 当我们老弱 当我们被世界清理的时候 我们这个需要这个祷告 我们呼求神 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共同 我们受着圣灵的这个感动 受着圣灵的这个责备 然后求神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障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这个五味 然后讲到这个以细节 那么在以撒亚书第一路章 第一路节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另外一个印象 以撒亚佛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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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讲到说 他的这个罪 这个罪便便除掉了 为什么会除掉呢 是因为那块烫火 那块烫火从哪里来呢 从这个祭祷 虽然你说火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火是从呢 是从祭祷取下来的 那祭祷代表什么意思呢 祭祷 一是赎罪的这个祭祷 祭祷 他们把东西有罪 借着这个祭司 把祭物放在这个祭祷 来焚烧求赦免 另一是赎罪的这个祭祷 另外一个祭祷 也是什么 奉献的这个祭祷 赎罪的这个祭祷 有洁净的这个作用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耶稣祭祷 代表这个耶稣祭祷 的宝血洗尽我们的这个五位 那么奉献的祭祷呢 奉献的祭祷也有这个嘛 捷径的这个作用 那么有一些人不能够胜过某一些的罪 但是当他决定决心把自己奉献给耶稣祭祷之后 他就得到一种新的这个力量 来胜过他原来不能胜过的罪 所以奉献 如果你决定要奉献耶稣祭祷 那么也带来有这种的新的这个生命力量 来帮助你胜过这个祭祷 所以墓地先生 他常常带着两个这个放大镜 在这个一带里面 一个是完整的 另外一边的口袋 是破开了破裂的这个这个放大镜 那么他常常用这个比喻 他说当太阳透过这个完美的这个放大镜的时候 那么立刻会出现一个焦点 那么焦点的热度呢 很快就是什么 引起燃烧 但破碎的放大镜 没有办法再造成这个焦点 因他的作用和乐力都失去了 所以他比喻什么呢 他比喻说明这个奉献的这个真理 一个肯奉献给主的人 那么在他生命的这个当中就有这个焦点 这个焦点是谁呢 是神 是耶稣基督 当你有这样的这个焦点的时候 你就能够在生命当中产生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说奉献也帮助我们 有了这个焦点 使我们有能力来使用它 我们也有这样的这个能力 靠着主的帮助 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前一周也讲过这个葡萄树 当我们联想到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 讲到这个知子要借果子更多的话 他必须要怎么样 修理就干净 意思是什么 把这些不需要的从生命当中解去 免得怎么样 消耗葡萄树上生命的这个支架 而影响借果子 所以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不能借果子 因为没有这个焦点 我们没有把不应该不需要的除去 让主来夺取 所以以致不能够为主 多界这个果子 多界这个果子 所以全神帮助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要得主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圣明的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需要求主自己来 洁净我们圣明的这个过方 我们也求神帮助 有这个奉献的这个生命 然后来依靠主的这个能力 来与主而活 然后 因为第二个这个灵火的意象 再出来一次 我不知道有没有 可能先稍微讲一下 很快地讲这个这个意象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使者 从荆棘里 活跃中 向摩西显现 摩西望他 不要荆棘被火烧着 却没有烧闻 好 这是摩西的这个情谊 那么我们都知道 摩西的这个故事 我们今天就不讲 但是神要呼召他出来 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出这个案情 给他看这个预像 就是经济里面有火焰 但是呢 经济却没有被火烧着 你说奇怪不奇怪 明明是火 但是却没有被烧 那么经济代表什么呢 经济代表失焰 失恋 所以告诉我们说 其实有几方面的意思 那么第一方面 就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 其实在埃及 如什么 火的这个食焰 他们非常的这个痛苦 但是神就怎么样 保守他们 后来什么样 是他们阿罗朗路过 兴起这个摩西 把他们带出这个埃及 那么第二个这个意义呢 其实也应免在摩西本人的这个身上 摩西被呼召之后 其实他呼召很大的重大 又要带着三百万人经过跨年 经过这个应许之地 而且这些以色列百姓又不听话 常常跟他作对买用 他有许多的这个难处 所以摩西呢 所以摩西呢 在肩膀上 其实背着非常重重的这个担子 其实 这个明书记里面也记载 摩西曾经也求死了 因为他觉得重担很难挑 让神保守他 使他做成神要他做的这个补助 那么圣经里面有两个五大的人求死 摩西 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呢 伊利亚 是不是 但是后来神都借着他们 就是 当他们在记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神后来对摩西说 你拣选弃生人 训练他做以色列人的领性 那么神对伊利亚怎么说呢 你回去找伊利沙 教他 训练他 做你的什么 继承人 对不对 其实后来神给他们方法就是什么 训练人 今天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的这个 例子的时候 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自己要被训练 不单自己被训练 也要训练别人 就是神自己的这个方法 那么火呢 其实呢 另一方的意义是代表这个能力 火 代表这个能力 所以你看 摩西能够完成所托福的 乃是因为神是给他能力 所以能够完成神的这个工作 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其实在圣经里面 很多年长的 像亚巴拉罕 你知道亚巴拉罕爱主的高峰 是在什么时候 那时候他几岁 一百多岁 如果以撒那个时候是上年了十几岁 他是一百十几岁 但是呢 他这个爱主已经到了这个高峰 怎么会有这种能力 那是因为主所示给他了 他也用意 顺服有信心的 来跟随主 所以他 他爱主的这个力量在他里面 坚持这个不离 那么迦勒 迦勒自己见证说 神当日 哪怕我去归探迦勒迪的时候是四十岁 现在我以帝斯王八十多岁 他说那时我的力量如何 经历的 今日的力量 任然如何 就是 当于 当于九十岁的时候 波斯王下一个禁令 不准任何人向别神来祈拜 但是当于你却敬问耶和华 向神忠心 有胆量 充满信心 每天 任然打开窗户 像耶路撒冷来到 到山寺会上 到鱼树场一样 使徒约翰九十岁的时候 被怎么样 被 冲军到这个巴摩岛 为主受很多的苦 后来释放回到这个与福所 他写了三封信 里面呢 都是讲什么 讲到爱 讲到死了 讲到这些的奇迹 你想想看 这些九十岁的老人家 唯一主受了很大的苦 刚被释放回来 却满口是爱 而死了 我们想想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来是因为主的爱 主的这个能力 主的爱在他里面 不断的来烂烧 所以今天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 这一时的力量 圣灵的这个能力 来匆忙 时间 不能 把这种的爱 从这些伟大的使命为人 爱主的身挪去 试炼也不能 所以也盼望我们 能够从主那里 得到这些的利利 套主的这个版主 圣灵的这个版主 我们能够坚持的来爱我们的主 像这些属灵为人一样 所以我们 我们今天 我们就讲到这个这里 当我们讲到这个火 这个比喻的时候 都是跟这个圣灵有这个关系 所以今天当主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 我们从周月圣经的比喻来看 使我们更明白圣灵的这个工作 所以主耶稣说 必须要靠这个圣灵 查有这个力量 不然我们是在圣灵有办法 我们一起办法 主耶稣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人 我们也是不配的 但是你却神召我们来 服侍你来跟谁 主我们感谢 主我们知道 你不当然只是 发命令 你却与我们同在 永远与我们同在 而且你允许我们不离开我们 不离弃我们 但是更宝贵的 你也求父侍下这个圣灵 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心中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 这样的心中的工作 不要消灭圣灵 这样的心中的感动 我们要体贴这个圣灵 要顺着圣灵而行使 主啊 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发出这个荣耀的光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主我们向你来祷告 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个人 继续求你来引导 弟兄姐妹友 在村外 旅游探亲的 你都保守他们的照顾 都能够平安的 回到这里 向你来永光 祷告 奉主耶稣这个名前